大家好 我是立法会议员周浩鼎 欢迎收看我的YouTube频道 随着武汉肺炎的疫情转趋严重 今天我们刚刚也都跟我们民建联的成员 是向政府进行了一个请员 也都很明确地表示了我们有几点的建议 要求特区政府立刻要去落实都做 第一就是口罩 口罩的供应现在目前在市面上来说 很明显是短缺的 很多街坊市民已经告诉我们 基本上买不到口罩 甚至乎有些买到口罩都是炒起了价钱 其实特区政府有责任 尽快要确保有足够的口罩供应给市民 甚至乎其实口罩供应的情况 都应该要有适时定期的 跟我们的市民有些交代 现在随着疫情转趋严重 特区政府也应该要定期适时 向公众发放最新的抗疫信息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公众的信心是很重要的 第三我们也提供要求政府 就是说现在各个口罩的健康申报的安排 一定要监督落实好 不单止是量体温 亦更多是说旅客进来就必须做好健康申报 这是必须要重点落实 因为事实上如果这一关做得不好的话 随时会出现问题的 我认为特区政府是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应对现在的疫情必须以最严峻的状态 以待这样的处理 现在应变的机制也应该将它升级到一个紧急的情况 特首自己本人也应该证据防疫的工作 这样才能够给市民一些信心 但无论如何 口罩的供应现在看来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另外医院方面确保有足够的人手去应对求疹的人士 这个就必然的了 但另一件事我们也知道 就是隔离病房的安排 现在有些医院也有了 但我们也了解过 其实有些医院也会重点转戒到另一些医院处理 例如东涌北达山医院我们了解过 虽然他们都已经有隔离病房安排 但如果真的有疑似感染肺炎的这些个案 他们都会转戒到马加列医院那里 因为那里有一个传染病的中心聚焦处理 但最重要是安排足够的人手 有些非紧急的事项来说可能都会有些取舍 足够的人手去处理 现在的肺炎一些疑似的个案或者求疹的人士 医护人员自己本身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 因为医护人员本身就在前线 我们都要确保他们是不会因此而感染到疾病 其实医护人员在前线来说他们的风险都很高 我们都要确保他们自己本身的自身健康和安全 这个我们都督促政府一定需要尽快去做 无论如何 武汉肺炎的情况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发展 我们一定要严阵以待这样的处理 绝对不能够有丝毫的松懈 在这里我们会再跟大家的跟进